八八建筑多为两层楼的长屋 由闽南 南阳和欧洲巴洛克三种风格混搭而成 两到三进的客厅 多数像这样的大户人家 房屋中间有天井可透光 早期娘惹和女眷们几乎是不能随意出门 只能在厨房和二楼的卧室穿梭 当娘惹代驾 有人来提亲时 他们也只能透过隐藏的视窗 偷偷观察未来的可能夫婿 一句一句的歌 我要找我听 谁人最好听的主意 现年八十一岁的林立吉 是槟城最活跃的娘惹奶奶 在三州府 不少八八娘惹家庭生活在多元与系中 家族前辈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一带 关于八八娘惹的祖先 三州府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八八娘惹的仙人 真的如同林立吉说的 是明朝公主和苏丹王联姻的后代 这究竟是真实的历史 还是虚构的传说 一趟八八娘惹的寻根揭秘之旅 正要启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